你曾經遇到兩種痛苦 那是因為有兩個不同的痛苦 那是因為有兩個不同的痛苦 你會遇到兩種痛苦 那是因為你會遇到兩種痛苦 那是因為有兩個不同的痛苦 它必須在生活上面對的 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 就像我剛剛在講的 我們在說過的痛苦 我們會遇到難度 不同不同的問題 所以佛陀說 我們經常遇到痛苦 我們需要遇到人你不喜歡 佛陀說 比如這樣 一種痛苦的是 我們如果跟我們不喜歡的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痛苦 所以你經常遇到這個 你需要遇到人你不喜歡 有時候我們就會經驗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必須在我們不喜歡的人的時候 跟他一起同時 在一起 例如 例如 最近有中國新年 這個 師傅要跟我們講的故事 這是在華人新年的時候發生的故事 所以 我住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中國新年是一個很大的事 師傅在新加坡 住 在新加坡 這個農曆新年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 有些人在我們寺院會說 這很棒 我只是喜歡中國新年 有些人在新加坡的新加坡 就說 這非常好 我就是非常喜歡這個農曆新年 但是 有些人說 噢 不 是中國新加坡 還有另外一個主人 就說 噢 不好了 這是日在新加坡 我問 什麼意思 中國新加坡 有這些火鍋 有這些很好的菜 什麼問題 有些人說 為什麼會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們在新年的時候 有這個新年餅好吃 有這個煙荒好看 那有什麼問題呢 Well the problem is I have to go to my mother-in-law's house and eat dinner 就是這樣 他講 我的問題就是 我必須去我岳母的家 吃晚餐 還有另外一種痛苦呢 那我會告訴我們 就是 跟我們喜歡的人分開 Besley Any time you're separated from somebody you love or somebody you want to be with then you feel suffering 如果我們跟我們喜愛的人 分離分開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受到這個痛苦 But there's another kind of suffering that you can't avoid 不過 還有另外一種痛苦 是我可以 就是不可以被 避凌的 this kind of suffering has a different kind of result 這種痛苦呢 會帶來另外一種問題 So Yung Lam Sanim had a problem at work 他在這個裡面發生 他在工作上面對的那個問題 他可以去找另外一個工作 他可以去找另外一個工作 他可以搬回新加坡 然后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刚才我们讲的痛苦是可以被避免的 不过有另外一种痛苦是无法被避免的 另外一种痛苦就好像我们碰壁了 并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在师父的观念想法里面就是两种痛苦 一种是小的痛苦 例如你不能找到你的销售 或你没有通过试 或是你的锅售味道很糟糕 还是你找不到你的孩子 还是你讨事不及格 然后有一个大一种痛苦 还有另外一种是真正的大问题 大痛苦 所以这种痛苦是被避免的佛陀 另外一种痛苦就是佛陀所经验的痛苦 同时经验我们也是经验同样的痛苦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佛陀以前也是住在那个王宫 就好像这个小王子George 然后这个王子慢慢慢慢长大的越来越老 不过还是住在王宫里面非常好的生活环境 不过还是住在王宫里面非常好的生活环境 不过佛陀非常的聪明 所以一天他决定去外出的王宫 我们也会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同时也会面对这些问题 这个三样的事情 他也会面对这些问题 他也会面对这些问题 我说看到一个病人 他也会面对一个老人 我说遇到一个老人 我说遇到一个老人 这些佛陀所看到的东西 就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佛陀即使有听过 不过他并没有本身经验 还是本身经验看过这个事情 然后每当佛陀看到这个病人 老人死人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问题 他会在我身上发生吗 我会不会生病呢 然后他就问我会变老吗 然后他就问我会变老吗 然后他的侍从说 是啊你也会变老 然后他就问我会死吗 然后那个人就说 会啊你肯定也会死 然后他就问我 然后他在佛陀心中 他就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他就撞墙了 就是跑进去 没有 我们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就是来得更加清楚的是 如果我们本身的父母去世了 然后你会更加深刻地体验到 我也会去世了一天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强烈的感受 当我们在这个上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朋友啊 我们的老公 还是我们的亲人 生病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到 深深的感受到 这个生病的痛苦 如果你必须照顾老年人 还是你本身也非常年长的 你也感受到这个深刻的痛苦 这种痛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逃离还是逃离的 即使你也把这个男友非常多的念头 他也可以从他念头里面逃离出来 然后他就不会这么痛苦 不过死亡 死亡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验 我们没有人可以逃离还是死亡 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不用死的 即使是我们也要死 在我们佛教徒的心中呢 具有这个大问题 为什么我们处置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有很多奇妙的东西 他就会逃离 你会在我心中 他们了解 即使你有这些 一切美好的事情 还是美好的东西 有一天你将会失去 这个大问题 常常会在我们脑中里面升起 也认为他很聪明 对 在明远法斯的经验 有可能他非常的聪明 他很快就就从痛苦里面解决出来 他只要经验消消的痛苦 在我们生活中 当我们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 这个大问题有可能会在我们心中里面浮现 如果很多时候是我们要经验到 一个很强烈很强的经验的时候 这个问题还会浮现 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大事情 大件事情发生的话 我们就好像在生活中的过绝过 就不会去想那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朋友 是一个医生 专业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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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错误的 他的工作就是照顾那些将要去世的病人 所以她的工作 她的工作就是在一个情况下 她一直在看到人们 在几个月之后 就会死在几个月之后 或是在几个月之后 或是在几个月之后 因为工作的关系 看这个护士的朋友 就是每天就要面对 那些这样要死亡的病人 可能在几个月之后 就要去世的病人 很多人在死去之前 他就会问 这到底生活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就去世了 这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些人说 哇 we didn't understand why we were here 因为这些将要死 还是已经死去的病人 但他们死前 他就问一个大问题 然后为什么 我们必须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我们活着 所以这就是 佛陀佛开始问 why are we here 这个同时佛陀 其实也是经验同样的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那时候佛陀佛的开始 很多时候 我们被告知的答案 并不是证据的答案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意味在哪里 so are we here for food 我们这里是否 为了食物和活吗 maybe I know I'm from Singapore so a lot of peopl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food so are we here for food 这不知道他从新加坡来 很多新加坡人都 非常好喜欢吃东西 所以吃东西 非常感兴趣 but even people that eat good food all their life they still die 不过即使你可以吃 再好的东西 你有一天也是要死去 they still get sick 你还是要生病 take it all 你还是要变老 so that doesn't really the answer the question 这肯定不是 那个问题的答案 then maybe you can think well maybe we're here for money you know we're here to get a lot of money and get in a big pile and that's why we're here 也许你会相信 我们在这里 就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 也许你会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but no matter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still first of all we can go away like that 不管再有多少钱 在一瞬间 也可能会被失去了 and also it doesn't keep you from dying geting sick or getting old 你再多的钱 你还是要死 还是要病 还是要生病 or maybe we're here to have sex that's the reason 如果我们相信 也许我们在生活的那时候 就是要感受那个性关系 well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we're not here for sex 很多人也会想 也会了解到 我们生活在身上 不是为了性而活 maybe when you're young you can think that but nobody thinks that for very long 也许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会这么想 不过很多人也不会 但你病老的时候也不会想 你为了性而活 and the fourth thing would be sleep and the fourth thing would be sleep 然后你会想睡眠 but hardly anybody thinks that we're born into this world just to sleep 你们这么想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要睡觉 although we do spend a lot of time doing it 如果我们用了很多时间 在睡眠里面 like roughly a third of your life a third of your whole life a third of your whole life is spent asleep 大概三分之一 我们这个生命的时间 都花在睡觉 that always amazing you spend a third of your life doing something and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it is 就是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们花了生命中的 三分之一的时间 不过你平时今天 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and then the fifth thing the fifth big desire is fame 第五种就是我们要名望 还是名誉 but fame in this sense doesn't mean fame like a famous singer or something 这个名誉 还是名声呢 可以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 非常出名的个性 还是名声 Fame means social acceptance 这个名望呢 他就是讲你被接受 被这个社会接受 so every human being has a desire for social acceptance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个被接受的欲望 like his family he's worried that his family might think he's a loser because he's inspired 这样在刚才十分的经验 他就担心他的家人 会觉得非常的丢念 因为他是失败者 or maybe his boss doesn't like 还是他的老板不喜欢他 那时候师傅也说 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喜欢自己 不接受自己 我们人类就好像活在这个社群中的动物 我们都是要被接受的 那些年轻人呢 他非常的对这个面子是非常的执着 他们即使去的厕所要带上他们的重心 因为在这个民主书里面 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欲望 被这个社会接受 but only sickness and death will also take those away 不过到我们老了病了还是什么 都会把这些东西拿掉 那我们到底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了什么 so this question became very very big in the Buddha's mind 这个问题在佛陀的心中呢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疑问 一个问题 because he realized all this other stuff just comes goes guys 因为呢 那时候佛陀觉知了解 这一切一切就是来了就走 来了就走 and all of the things we don't get anything 到最后我们并不能拿到什么东西 so what's the point 那到底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呢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so we call that the great question of life and death 这个师父教他这个生命中生死的问题 so if you look closely at life these life difficulties that we all have will lead you naturally to this question why are we here and that时候我们如果看清楚 生活中发生了一切一切 到时候他都会引导我们向一个方向 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then the Buddha left his own situation and went to find out because the question was so strong inside of him 那时候佛陀就离开了 他这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去寻找这个答案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he didn't go to study some books to find the answer but rather he might just sit underneath the tree and look inside of himself 非常有趣的是佛陀并没有去找书本来读 找答案 他做的就是在这个树像那边 往内反照 找答案 right Milansi already mentioned practice doing some kind of practice like a meditation practice to find out what's really going on 跟台密也法治也提到 我们要去修还是做一些修行去寻找 到底答案在哪里 so we can have all these halfway solutions to our problems 我们可以带我们这个 我们问题里面有一些解决的答案 right get a better job move to a different city get a new wife get a better this old wife you know there's many many solutions people are very clever they come up with all kinds of solutions 就是找一个新的工作 找一个新的伴侣 还是搬去其他的城市 我们人非常的聪明 我们就不停地寻找这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 somebody was telling me saint poor a couple weeks ago they were going to get a different maid because the maid they didn't know how to cook her 没有钱 之后有一个这个 信徒就告诉他 他们要去找另外一个女佣 因为现在他们 那个女佣 不会煮东西 不是很好吃 so we're always thinking like that 我们是非常的是这么想的 but the big question these answers don't work 那个大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 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so the Buddha we say left home he moved out of the palace 我们说佛陀离家 从广宫里面搬出来 and he didn't move out of the palace and get a better wife or find a better king and be the king of he moved out just for one thing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佛陀离家 他不是为了找一个更好的老婆 还是要去做另外一个国王 他要找的就是 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问题的答案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what he did because what he did was he just started looking inside himself he didn't look ins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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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趣的佛陀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往内反照 一直往心里面看 then boom you got this we call enlightenment 然后 就是在一刹那中 佛陀就开始觉悟了 觉醒 that means suddenly became very clear to him why we suffer 在那一瞬间那一刹那 他开始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受苦 it also became very clear to him why we're here 然后佛陀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要活在那个四上 and his answers are actually very simple 佛陀的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 and I can tell him to you in just a couple of sentences 就是佛陀说 他可以用几句话告诉大家 so what did he discover 到底佛陀发现了什么 he discovered that because we want something he discovered that because we want something 我们要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痛苦 ok now we know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 the problem is that nobody really believes that 问题就是不是很多人相信这一套 everybody thinks that if they could just get what they want then they would be happy 每个人只想 啊我如果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那我就会快乐 不过他并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为什么不是很多人喜欢听佛陀要告诉我们的 you mean I have to give up wanting things you mean I have to give up wanting things you mean I have to give up wanting things 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放下 你现在还要去执着 还要去得到那种面头吗 and the second thing he found is that actually we're here to help the world 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佛陀所发现就是我们 生活在那个世上就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 we're not here to satisfy our desires we're here for love and compassion for all beings 我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是欲望 我们来这里是要传达爱和慈悲 给所有的众生 这就是佛陀所得到的爱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这套 因为我们所经验的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经验 but it is possible you can do some practicing to see this to maintain what he did to get what he got 如果我们有修行的话 网内反召的话 你就可以了解到佛陀 还是看到佛所所了解的 because after his enlightenment he said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he said it's really incredible but everybody is already a 佛陀一叉 那个佛陀节目过后 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每个人都有佛系 都有觉悟的这个机会 but they don't know it 不过问题就是我们并不知道 because they don't know it they suffer 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受苦 so that means all this suffering that we do small little suffering like him big big suffering like you're about ready to die all of that is because of a misunderstanding 因为我们受苦就好像 那小小的痛苦就好像明年法俗所经验到的 还是那些很大的痛苦 就是我们将会持续的痛苦 you misunderstand what you truly are 因为我们错误的了解 我们到底是什么 so what he did was urge everybody to start practicing so we find out what you truly are 佛陀要叫我们就是我们要去修行 然后去看清楚到底我们是什么 so my teacher is Zen Master Sumsong and he was born in 1927 yeah 师父的老师从长城是在1927年出世的 he was born in Korea in what is now born in Korea 他还是在北韩出世的 so because of the time he was born he was raised underneath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Korea 师父会成长的过程 长大的小时候是在日军控制韩国的时候长大 so you know in those days if the Japan occupied your country you had a very bad time yeah 那时候如果你知道 这个日本占领的国家 那时候是非常尽难的时期 the Japanese had occupied Korea a long time before they ever came to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 long time before they ever came to Malaysia and Singapore 日本呢其实占领的韩国 一个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他们还没有占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so he as he was growing up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he had a lot of suffering 因为这个从长城是在日治时期长大 他经验了很多的痛苦 非常非常不理想的环境 like the Japanese cut down all the trees in Korea and took them to Japan to build houses 那个日本人把所有韩国的树都砍掉了 然后回去日本建屋子 the Japanese would take all the rice from Korea and take it to Japan 日本人把所有的稻米从韩国运回日本 my teacher was thrown in prison by the Japanese because he was part of the resistance 似乎这个从长城是被关在心里里面 因为他反抗这个日本的政府 they were going to make him into a kamikaze pilot he was going to be a kamikaze pilot 他就是要把这个从长城是变成架这个战机 这个架战机的飞机的一个机司 but because he studied engineering they decided he wouldn't be a kamikaze pilot 因为从长城是他学习的是那个工程系 所以他最后没有变成那个 kamikaze的机司 then in the end he ran away from Korea and went to China Manchurian in China 然后这个从长城是就从这个韩国 逃离到这个Manchurian Manchu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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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一个阵子 Manchurian enjoying the free the free Korean army 然后才会那边做这个 壁刺 Manchurian Manchurian 然后他就到了中国 Manchurian Manchurian 那时候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在韩国 Manchurian 然后他就回去韩国 Manchurian 然后他就回去韩国 Manchu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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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回去了 其他事情应该都会美好了 Manchu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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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领了五十年 非常非常痛苦的时期 然后日本人走来现在韩国的内战发生了 然后在崇山洞在脑海里面就想 我到底要怎么帮助这些人呢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时候崇山洞在脑海里面就决定去学习西方哲学 他认为他可以在西方的哲学里面找到答案 所以他在搜索一个小小的南大 然后开始在西方哲学习西方哲学 读习西方哲学 注意如果他能明白这个问题 西方哲学习西方哲学 然后就开始学习这个西方哲学 看看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吗 一整天他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哲学 一直寻找巴汉 有一天他就在这个邻居的地方坐着 开始读这个码头 这种布拉图的哲学 这个邻居是相关于一个很大的古代的宫 叫马共寺 这个邻居的地方跟佛教试验 马共寺院有联系 所以他坐在那里读《Plato》 然后当这个宫太太是在那时候读这个布拉图的哲学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出家人走过 这个出家人他任务的工作其实是在 就是禁止人家来这个寺院的范围砍树 他其实来工作是保护这些树 然后这个出家人走过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在那边读这个佛拉图的哲学 然后那个出家人就问这个年轻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 然后在圣词就回答 诸在这边念起读西方的哲学 然后那个出家人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做 然后崇山禅师就说 啊 这么多的痛苦 人类承受这么多的痛苦 他尝试要去了解 为什么我们必须经验这些痛苦 然后这个苏家人就把崇山禅师手中的一个数码 把他扫掉 他说 如果你只是读这个书 他不能帮助你了解这个人类 崇山禅师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就问那个崇山禅师 你了解人类吗 了解人 这个其实是跟佛陀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到底我人类是什么 然后那个苏家人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回答方式 然后那个苏家人的回答就是 我不知道 到底有 我并不了解这个人类 but I understand that the sky is blue and the trees are green 不过他说 不过我了解这个天空是蓝的 素是青色的 然后那从他开始 禅师开始了解这个并不是非常普通的回答方式 是普通的出家人 not usual style speech 并不是普通的叫韩话 然后这个年轻的宗家人就是问 那我应该做什么 还能了解人类 然后那个出家人就说 你应该进行一百天的禅修 一个人的禅修 然后这个年轻的宗家人就是问他 要怎么做 然后他就成为一个出家人 然后去闭关一百天 所以在这个一百天结束过后 他就得到这个觉悟了 所以这就是什么可以在每个人的生命 你能够有这个大问题在这里 这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里面出现 就是我提起这个大问题 maybe when you're sick 当你在病的时候 maybe when a friend is sick or does 还是你有朋友生病也是去世 maybe you're in an accident 还是你面对到这个车祸 or maybe you just have a fear naturally 还是他很自然地在你心中里面奉献你的奥 then you'll have to do something 那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so that's why we always recommend that people start doing some practicing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大家 我们一定要休息 start looking inside to find out what you really are 开始往我们心里面看 看我们到底是什么 because unfortunately reading books and listening to my talk or anybody's talk is in the end not going to help you 不幸的就是你读多少的书 还是来多少的讲座 他也不能真正帮助他 because the Buddha's wisdom is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not from reading books 因为佛陀的这个经验 那是他本身所经验的 并不是从书本里面得到的 so if you practice you can actually have an experience of your true self 如果我们有修习 有做这个练习的话 我们也会有这个本身的经验 it is possibl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那就很有可能 我们可以在这个大问题里面找到答案 so my teacher said that nester sumu sahn was always saying practice find your true self help the world 然后师父对老师从三常识 就一直强调 你要修行 找到你自己 然后帮助你的世界 so that's just what the Buddha did he practiced he woke up he helped the world 这个也是跟佛陀做的东西一样 就是他修习 他的觉悟 然后帮助这个世界 actually we're all just like the Buddha 其实我们跟佛陀都非常的相识 we're born into this world 我们存在这个私善 we don't understand 我们不明白 it's possible to wake up 然后有可能会 確信 then we have a big job tell the Buddha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就是帮助这个世界 that's a true human being 那个就是真正的人类 that's our job 这是我们来到之前的责任 so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listening tonight 是不是说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听这个讲座 very important to start doing some looking inside 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开始往内反照 看自己的心 that's what the Buddha did 这就是佛陀所做的 这个你就是在里面找到答案 那个就是为什么那个村座人把从山上吃手什么书 打掉 因为你不可能在书中里面找到答案 答案在心中 非常非常的有趣 好 那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我 what you have to do 你应该要做的 开始做一些 so thank you for this 谢谢大家 所以现在我们有时间 所以我们有时间 做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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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